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在过年前特别来探访这一位80岁的独居长者刘富宏先生 他很喜欢绘画,移居基隆30年 平常就在外幕山这边游泳,从事艺术创作 关心在地的人文生态,生活怡然自得,让退休生活不寂寞 这一次副市长邱佩玲特别送鸡汤与礼盒来送给这位长者 这一次副市长邱佩玲特别送鸡汤与礼盒来送给这位长者 希望他在这个年节获得更多的关怀 社会处方面也希望透过这位长者的亲身经历分享 让大家在退休生活找到重心与乐趣 可以在地老化,快乐老化 应该是说,艺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,变成结构跟创造 已经到了走到这个地步,就是讲究结构跟 结构就是构图,然后颜色,然后里面说的东西 长者刘富宏先生也特别跟副市长邱佩玲拜托 他今年已经80岁,希望能够在基隆的文化中心进行各展 他也希望把创作捐出来 据了解,目前基隆的文化中心正在整修 等到整修完毕,市府会再进行后续的筹备工作 记者黄日生、陈淑平、基隆报道